拿起剪刀 仔細的沿著折線 將白紙剪開 不顧手指黏滿白膠 還是認真的折肢組裝 他是黃培渊 厲害的紙飛機達人 你還會比較什麼 分數的飛機 A10 就是那種美國 那種環塘克站舵機 你還機我也會 一舉一動 手法相當細膩 其實黃培渊 患有妥銳視證 找工作時時常碰壁 不過靠著看書自學 折的一艘好飛機 碰巧遇上好心的早餐店老闆 讓他在店外擺攤 細膩的手工 堪比模型等級 一下卻只賣20元 一個小時就能折出四架 還有多達23種不同機型 以前至少要花一天 現在只要一小時 就可以折出四架了 但看似平凡的紙飛機 其實背後有個感人故事 你要買什麼禮物給媽媽 通常大概是一杯咖啡 聖誕節將近 黃培渊想靠著自己賺的錢 替媽媽買份禮物 雖然只是一杯咖啡 不過這對她和媽媽來說 意義特別不凡 我孫子喜歡 她有看到 很喜歡 她剛看到一隻真的很精細 很多朋友都非常有興趣 不過他們有的住的比較遠 所以他們就拜託我說 來這邊看看 然後可以幫他們買一些回去 靠著網友們幫忙分享 現在紙飛機的銷量也越來越好 就連訂單都要排隊 雖然這樣 不過黃培渊卻一點也不馬虎 就是堅持給大家最好的紙飛機 這張春華蘇一歡屏東報導